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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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著 请诸位同修掀开科著 上册二百六十三页 二百六十三页 大家把那个黄线放在那一页 请看第三号 经据贯舍常法四一 贯则贯穿所说之力 舍则舍舍所化之生 这个生指的是众生 那么佛呢 要用这个来教导我们 不光是教人 他的范围多大 众生就不只是人道了 则常 常则古今不易 这是解释什么叫常 那么这个经呢 有四个意思 贯 舍 常 还加上下面一个法 的的确确啊 佛经 它是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的 你看现在佛法 出现的时间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 三千零四十六年了 我们现在学呢 也能够帮助我们大家 开智慧 第四个呢 就是法 法则静远同尊 法就是方法 静是指我们现前 远是指远方 这是说的空间 既然讲空间 肯定也会说什么 时间嘛 故今不易啊 这是讲的时间 静远同尊 这是说的空间 这个经法 在印度 适合当地人学习 那以后传到中国来 现在传到澳洲 适不适合我们大家来修学呢 通通都可以的 那关键就看我们大家 能不能够遇得到 遇到之后相不相信 能不能够理解 最重要的 肯不肯做 所以经 必须要具备四个字 惯 舍 常 法 四个字 那么我们都知道 世间的学术 世间的学问呢 它是有时效性的 有这个地区的限制的 传上个几十年 几百年或者上千年之后 以后的人就不愿意再去 学它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具备 经里面这四个条件 那就是说 什么叫经呢 一定要具备这四个字 才能够称为真经 简单讲就是经 大家还记得我们昨天那一堂课 解释这个经 它的原来那个发音呢 叫修多罗 大家还记得吗 修多罗翻成中文叫现 那我们中国人认为 把这个佛经翻为现 好像不太尊重它 义仪呢 翻为七经 简称就叫经 不但经 我们要尊重 而且这个注解 大家仔细看 以二认真来学习 你看这个注解 佛法从东汉 传入中国 一直到现在 这么久远的时间 将近快两千年了 那么你看 每一个朝代 这些祖师大德 出家在家 高深大德 所写的注解 它那个内容 都不是一样的 但是 在他那个朝代 写这个注解 就非常适合 那个时候的人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 要契机 那换句话说 同样一部经 如果在我们这个时候 要跟大家讲解 请问 我们说的话 要不要适合 这个时候众生的程度啊 一定要啊 您可不能够说 上台讲经 按照经文 没讲错 但是您希望 大家怎么样呢 按照古人的标准来做 那大家可受不了了 他们会怎么想呢 我是21世纪的人 你怎么要我 就是唐朝的人 那我不要 这个他很难理解的 所以说 这个佛法很微妙 道理贯穿古经 此皆他方 但是呢 又能够活学活用 所以这个佛法 真的是妙不可言 下面讲了 上述四字 可敬 经字之一 大家看 光是这个经 就具备这四个意思 由佛所说者 通明为经 故提中 经之一字 是通明 这样大家都懂得了 这句话 我们希望大家记住 为什么 三藏十二部吗 那最后一个字 那个经就是通体 那如果往生论呢 往生论三个字 哪一个字是通体啊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那个论 你看往生论 大制度论 百法明门论 对不对 后面那个论 就是属于通体 那反过来讲 既然有通体 他还有什么体啊 还别体吗 你看下面就接着解释了 佛说大圣无量寿 庄严清净 平等绝经 对不起 没有这个经呢 到绝 十四个字 因为我们这个经题 长十五个字 前面十四个字 是本经 独具之别名 所以您看这个经题 就知道 它分两大部分 一个是别题 一个就是通体 通体就是经 所以我们以后吧 您在跟人家 介绍无量寿经的时候 要很内行 可不能够乱讲一通啊 那不行 您一张口 人家就知道 您会不会讲经 讲得很有章法 大家一听就知道 这是科班出身 是受过专门训练的 关于这点呢 在内典讲座之研究里面 都有介绍 诸经立体 不离人 法 欲 这是说 所有的经典 它这个 经体啊 建立 绝对离不开 三样东西 哪三个方面呢 要么是人 要么是法 要么是欲 单独的 或者是两样 合在一起 人法 人欲 要么就是三样 都在一起 人法欲 统统都有 也就是说 经体的建立 一定要依照 这个规矩 所以下面讲嘛 或单 或负 可得七类 单一的 就是三样 人法欲 各自的 单独的 要么呢 就具备两个 或者是具备 三个 全部都具备呢 加起来 总共有 七类 这个单一的呢 就是指 单人 单法 单欲 举个例子吧 这里也有讲到 单人 如 阿弥陀经 佛说 阿弥陀经 佛是不是人呢 阿弥陀佛 是不是人呢 所以你看这个经体 就知道 这个题是什么呢 专门讲人的 但是阿弥陀佛 是什么人呢 是个觉悟的人 我们现在是什么人呢 还没有完全觉悟 所以我们要 好好地学习 那讲到单法呢 就是大般若经 你看这个经体里面 只有法 般若嘛 般若就是法 般若就是智慧 那如果是比喻呢 单欲呢 梵网经 所以你看这个经体里面 它没有人 没有法 它只有一个比喻 梵网 如果两个合在一起的 负二 像这个人法 经体 文书 问 般若经 文书是人 般若呢 就是法 文书就是文书菩萨 还有第二个 还有第二个就是法欲 像妙法 莲华经 莲华经 这个妙法呢 就是指的法 莲华呢 是比喻 这个经体里面呢 就没有人 它只有法 跟欲 第三种啊 第三种啊 是人欲 立体 有人 有比喻 像这个 菩萨 因诺经 菩萨就是人嘛 那因诺呢 是比喻 所以这个经体里面 就没有法 第七个 是全部都有 就是说人法欲 通通都有 像我们所知道 大方广佛 华言经 这是三样啊 全都具备 佛诗人 大方 广 是法 华言呢 是比喻 这是啊 通通都具备 那请问 我们这部经 十五个字里面 它有没有人法欲 我们来找找看啊 你看下面 它怎么讲的 经本经题 义具足 人法欲 黄利老已经说出来了 题中 佛字 表 此土 果人 无量寿 是比方 果人 果 题中 具 粮 土 果人 果人嘛 讲的简单 就说 那个修行正果的人 就是果人 我们现在修行 还没有正果 所以那个正果有果人 我们还在印尼当中吗 这个正果 有大成的 有小成的 那我们到达 解释的世界 正的什么 阿为月之菩萨 那个果就殊胜了 所以这个 经题里面呢 就有这个人 在里面 那他那个法是什么呢 就比较长一点 庄严 清净 平等 绝 这七个字呢 就是法 而这个大 圣 是比喻 就是大的车辆 这样子 圣者车也 此今 可运载 无量众生 贤达 保守 我们看的 这一句解释 应该要有信心 绝对信心 为什么 这一部经 可以把我们大家 带到保守 保守是哪里 基督世界 那是真正的 佛保 法保 神保 全都具备的 下面呢 接着讲 如法华之大白牛车 故以大圣为狱 法华记里面有讲到 这个大白牛车 大白牛车啊 不是牛 不是牛车 它是什么 是大马车 古时候嘛 最大的这个车辆 运载工具 就是马车 所以这个大白牛车呢 是比喻啊 大圣 那我们这部经呢 大家一看了就知道 原来它是具备 人 法 玉 三样东西 所以它是 具足立体 下面一段呢 挺重要的 我们要来仔细的学习 它是说 诸经 皆具 教行 礼 这个教行礼 所有经典 通通都有 那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经里面 它没有教行礼 请问它是不是佛经呢 它就不是佛经了 严格来说 纵然这个经 像阿罕部的经典 我们知道阿罕部 分为四阿罕嘛 有时候经文特别短 只有几十个字 但是那几十个字里面 也都具备什么 教行礼 缺一不可 缺了一个 就不是真经了 本理立教 这个教学 从哪里来的呢 它依据是什么呢 它总是要依据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是什么 佛家常说 真如 本性 那么所有的经典 全都是从自信里面 流露出来的 释迦牟的佛讲这部经 从他的自信里面流露出来 哪一天您成佛了 您可不可以做到这点呢 也可以嘛 到您成佛的时候 一切佛讲的经流露出来 也等同于从您的心里面流露出来 一模一样 因为我们这种佛 跟别的佛没有什么差别 依教修行 重行贤礼 这八个字 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说我们今生能不能够成就 就看我们是不是把这八个字做到 这个贤礼是什么意思 就是讲正德 我们修行 目的是什么呢 是希望能够正国 那什么又叫正国呢 七路经上所讲的那个静静 前面不是讲吗 果人吗 我们现在是念佛 还没有到达西方净土 到达几个世界 年花一开 恭喜您 你就是谁 你就是果人 现在是什么人 现在是什么人 凡人 都是人 可是人家是果人 我们现在是凡人 凡夫的烦恼 其实我们有时候想想 改一个字 烦恼都烦 对不对 烦死了 你看有些人 他就一不高兴的时候 哎呀 好苦恼 烦死了 烦从哪里来呢 不都知自己 看错了 想错了 说错了 做错了 自己招来的嘛 学佛为了什么呢 就是要依教修行 希望我们这一生 从修行能够闲力 把佛所讲这个境界 真正能够正得 你真的正得了 到那个时候 您一点都不怀疑了 下面讲 诸家事体 就是诸解佛经的 这些高深大德 一定要怎么样啊 解释这个经题 虚明 本经题中 别具之教行理 所以诸位同修 如果您以后发心 要诸解佛经 在解释这个经题的时候 要具备三样东西 要三种内容 要把它说出来 就是说 他里面 这个经里面教我们什么呢 有教 有行 有理 统统都要交代清楚 如果我们的诸解里面 没有写到这三样东西 您的诸解就不是圆满的 所以这个诸解 可不能够随便乱写 它一定是有个规矩在 底下讲 专就本经 则 佛说大圣 是教 人家问呢 那我们这个无量寿经的教是什么 就是佛说大圣 这就告诉我们 这无量寿经是大成经还是小成经 大成经 那他的行是什么呢 就是后面的七个字了 庄严清净平等绝 这是修行 那理是什么 就是无量寿 你看一目了然 对不对 教 行李 清清楚楚 那无量寿 是表三济一如 涅槃常驻之 法身 本体 这个三济 就是我们常说的 过去 现在 未来 我们凡夫 把这三世可分得挺清楚的 过去是过去 不是现在 不是未来 现在不是过去 不是未来 未来不是过去 不是现在 对不对 这是我们很直觉的反应吗 而在佛来看 所谓的三世 是怎么回事 一如 什么意思 一就是三 三就是一 那么这是说 涅槃常驻的法身本体 你看佛有三身 那个三身里面 谁是根本 法身是根本 我们现在有没有法身 我们现在法身没有起作用 报身不晓得在哪 现在是什么身 糟糕的 这个 硬化身 这个身体很不好 所以学佛就是 要恢复我们的佛性 我们现在迷了吗 迷得挺重的 很深 所以现在一定要 回归自心 回归佛性 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回归 用念佛的方法 真的 老老实实念佛 求生西方净土 这部经呢 它妙 妙在哪里呢 如果您能够把教 行 礼 通通都通达了 念佛绝对没问题 懂得理吗 懂得教 懂得行 那这样修学起来 非常轻松 假如我们从来没有念过这部经 但是我们只是念阿弥陀佛 专心念佛 万元放下 求生净土 请问可不可以成功呢 当然是肯定的 这古往进来 许许多多 高生大德 在家大德 都成就了 所以这个法门庙 古人讲嘛 暗和道庙 懂得这些势力 可以成功 那不懂呢 只要万元放下一心念佛 也能够取得一样的成效 当然了 相比教员 懂比不懂更好 是不是 就好像开车一样 如果我们懂得开车的技巧 规则 那开起来就很安全嘛 如果说我们不懂的话 您贸然的这样开车 那不是很危险 可是还是有少数人 他一次没学过 他就会开车 那是天才啊 可是天才 还是少数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还是要学习经教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要读经 要听经 这个道理 那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方法 就是观无量收复记里面 所交给我们的四个字 是心 作福 没错 我们人人都有佛心 但是佛心 还是要靠修行来去发掘它 就好像一个宝藏一样 明明知道这个地方有宝 但是不去挖它 它不会出来的 所以这个念佛呢 能够让我们呢 去除掉这些种种的烦恼 一旦烦恼 全部都清干净了 信德之光 自然他就透露出来 底下说 一级众生本具之佛性 是心是佛之本心也 故盼属于理 盖其为实际理体也 这里讲的话都是真实的 都是事实 那么经典的理论依据 是众生 这包括我们在内 本具的佛心 这个本具的佛心是什么呢 就是阿弥陀佛在 极乐世界所正得的法身本体 我们讲到这里 一定要明白 阿弥陀佛所正得的法身本体 跟我们以后所正得的法身本体 有没有什么差异 没有一点点差别 完全一致 只是人家 在十节之前 修成功了 我们现在呢 老老实实念佛 往生到西方净土 您也能够很快起路 现在就看大家肯不肯念佛了 想不想去 所以判属于理 这是从理上讲的 那么真正是实际理体 我们这部经讲到三种真实 第一个就是真实之计 这个实际理体就是真实之计 还有真实会 真实之力 一般来说 这个经上有三种真实 这个经典不多 我们这部经 文字不长 居然通通都具足 您就知道 这一部经 在佛经里面的地位 是非常高的 佛说大圣 是教 即依此 无量寿之离体 直指 大圣为御 为宣说 众生 本具之 大金 叛之为教 一圣分明 刚刚说 这个佛说大圣 是教 那么它是依据 无量寿 这个离体 直指 大圣 是比喻 为我们宣说 众生都具备的大金 所以这个金 从哪里来的 你不要说 释迦牟的佛讲的 说的没错 释迦牟的佛讲的 代表什么 代表是从自信里面 流露出来的 从他的自信 流露出来 从底下尊佛 弥勒佛自信里面 流露出来 我们以后成佛了 你以后跟大众讲 无量寿经 那也算不算是 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 一模一样 将来我们成佛的时候 肯定也要讲 无量寿经 这个 叛之为教 这个意思就说得比较清楚了 有从教起行 下文里面呢 庄严清静平等觉 即是佛所教化之妙行也 这是佛所教化众生的妙行 那么 庄严清静平等觉 我们到底落实在哪里 这个意思我们把它搞清楚 怎么落实呢 很简单 其实这个答案并不需要无声说出来 您自己知道了 怎么落实 念佛就好了吗 一句弥陀念到底 那不就庄严清静平等觉了吗 所以我们每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您把佛法的总纲理抓住我了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老菩萨们 他一天到晚呢 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他没有第二句话 他只有一句话 您无论问他什么问题 跟他说什么话 他回你是什么 全是阿弥陀佛 假如您碰了一个人了 您才讲一句话 他讲一百句话 下次不要跟他讲了 遇到这样的人了 那下次您要跟他敬而远之 为什么 忽视乱想 他没有把佛法的总纲理抓住 妄念纷飞 那个知道佛法总纲理的人 他生怕浪费一秒钟 他连这一分钟一秒钟 都不愿意糟蹋 牢牢抓住 所以我们自己呢 要修心 要修自己的想 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知不知道 自己的心是什么样子呢 经题就讲出来了 五个字 清静平等觉 有了清静平等觉 您这个像是什么 就是庄严 这样讲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知道 修的是什么 修的是清静平等觉 那个庄严呢 不用去求 他自然就反射出 这样一个外表出来 一句阿弥陀 已知庄严自心 你看 我们怎么庄严自己的心呢 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清静自心 所以说这个人他有修没修 从哪里看得出来 清静自心 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心脑保持住 清静 那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心脑一天往忽视乱想 请问是不是在修行 那个功夫高的人呢 他看我们功夫低的人 他看我们看得很清楚 功夫低的看高 功夫高的看不出来 甚至连那个平辈的都看不出来 可是那个功夫高的人呢 他会用擅脚方便 引导我们 教导我们 要修什么 修的就是清静自心 下面说 从教起行 庄严清静平等觉 就是佛所教化的妙性 刚刚说嘛 完全都落实在一句弥陀圣号上面 大家如果看那些真修行人 他的外表 真的和我们一般人 没什么两样 可是人家内在怎么样 那个佛号 绵绵密密密的 没有间断 真的像 决明妙性菩萨所讲的九个字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他把这句佛号啊 是真的落实在生活当中 你看当年 大事实菩萨也讲嘛 在云通章里面我们看到了 这个法门庙啊 正果太容易了 他是怎么成佛呢 他就是念佛成佛的 他把他的心得 在念佛云通章 念佛云通章里面已经说出来了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他是怎么修行的 他修行了 是不用再加别的方法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念到最后呢 自得心开 什么叫自得心开啊 就是禅宗他们所标榜的 明心见心 大策大悟 那我们进途中 念到怎么样的境界 离心不乱 所以啊 这么多古今大德 示范给我们看 一句阿弥陀佛 就能够恢复我们的自信 原显本具之平等觉 是以行贤离也 我们自信本来具备的平等觉 大家如果看海贤老上这个光碟 你就一目了然了 他就是用行来贤离的 到了最后 你看人家正果 是个什么样子 走的时候 一知十知 不生病 走之前还怎么样 还到处呢 看一下 走一走 所以假如哪一天 物生到你家里去拜访 你要知道 肯定有事情 可能就隔一两个月之后 物生就走了 但是不说 只是跟大家见个面 吃个行 吃行的时候 又不用把话讲得那么白 只是来看大家一下 顶多吧 说的时候 好久不见了 看你一下 肯定会说两句吗 好好念佛 肯定会这样交代一下 所以我们看这个 海贤老上 他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啥都是假的 好好念佛 这句话讲得蛮实在的 很容易懂啊 没有人听不明白的 他人家就真正把这句话就做到了 底下讲 又得往生者物 无生人 从体 启用 你看 你看 那个真的往生的人 他到达极乐世界 他欺入什么境界 无生乏人 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无生乏人 我们生到极乐世界 一到那边 莲花一开 你就是这样的地位了 这不是我们修的 他怎么来的呢 是阿弥陀佛本愿 加持我们 还有他无量节 修持的功德 加持我们 没有阿弥陀佛 护持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凭自己的力量去修 那修 无量节 无量节 非常辛苦 这个从体启用 再以这个呢 起作用 那起作用 作用是什么 就是下面所讲的 平等 普度 一切众生 所以啊 这些过来人呢 你看 他自己修行成功了 以后 他再见到别人的时候 他怎么样帮助大家呢 好好念佛 大家应该都 亲近过师父上人嘛 你看师父上人 每一次回到学院的时候 不都这样子劝我们大家 好好念佛 的的确去啊 时间可贵啊 今天已经几号了 三月二十九了 是不是 再过两天 这三个月就过去了 快不快啊 再不努力 还在那边悠 悠哉悠哉的过日子 您说这一年 你这很快就 缓过去的 这怎么得了 所以那个 觉悟性高的人呢 他不会浪费 每一天的光阴 这是第四段 下面还讲到 往生净土 同正大绝 富士 从行 闲离也 的的确确 往生到基督世界 绝对能够 正得大绝 什么叫大绝啊 妙觉如来 这是法卫经上所讲的 您只要生在那边 阿弥陀佛保证我们一生当中 圆满成佛 你看释迦摩尼佛 他可没有说 保证我们在这个 说法世界一生成佛 对不对 阿弥陀佛就有这个把握 您要知道 这个话可不能随便乱讲 如果做不到 您说出来 那个叫什么 大妄语 那释迦摩尼佛 想不想帮助我们成佛呢 很想 但是我们众生福报不够啊 这个环境太差了 所以释迦摩尼佛 劝我们大家搬家 搬到极乐世界 再去证得大决 这是我们现在 众生造的业 太深 太重了 下面呢是第五段 若以荆蹄配三大 如果我们把这个荆蹄 跟这个三大配合在一起 怎么说呢 这个三大是指着什么 蹄相用 则无量寿 是体大 庄严清静 是向大 平等觉 是用大 关于这点呢 我们希望 发心学习 讲经的同修 这句话要记在心里面 这是重点 汉一本的无量寿经里面呢 他所讲的 无量清静 平等觉 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意思 那无量清静 平等觉呢 就是阿弥陀佛 更可以本经 经体 来配三绝 前面讲的三大 三绝 哪三绝呢 无量寿 是我们的本绝 弟弟学去 我们的本绝是什么 就是无量寿 那既然我们的本绝 是无量寿 我们 我们怎么现在 没成佛呢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佛讲得很好 因为一念不绝 一念不绝 而有无明 所以这个法相中经典 说得非常好 一念不绝 而有三细相 接着就有什么呢 就长六处 你看这个境界 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什么时候开始 一念不绝的 没有开始 就是现在 那反过来讲 如果现在你觉悟了呢 那你这个本绝 就恢复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大家一定要念念 念阿弥陀佛的原因 不能够再 把那个分别执着 当做主人了 这是讲的本绝 是无量寿 那始绝是什么 这是第二个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以庄严自心 这个就是始绝 所以我们现在 有没有开始觉悟 从我们有没有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就非常清楚了 一目了然 什么叫发菩提心呢 我们说的简单一点 这个心里面没有 第二个念头 就是发菩提心 你只有一个念头 什么念头 我绝对相信极乐世界 真的有 我绝对相信 那边有一尊佛 叫阿弥陀佛 我绝对相信 本经所讲的 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是真的 那你是真的发菩提心 反过来讲 如果你缺了这三条 纵然你念佛 那不是真的发菩提心 所以有位大师 说得很好 往生与否 在于信愿之有无 他把行放在后面 把信愿放在前面 可想而知 信愿是最重要的 这个行呢 是帮助我们大家 证明的 你有没有真的在 您是不是有真的信呢 是不是真的在发愿呢 从你念佛 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那个 真信切愿的人 他一定是 每天念念不舍阿弥陀佛 念念都是弥陀圣号 但是他把别的东西 全部都舍掉 什么东西 世间的五一六成 没有问题 这个东西他放下 下面讲 是觉和本觉 直驱就近觉 这是我们的目的 即提中 清净平等 觉也 所以我们看到 三觉 是哪三觉 本觉 第二个 始觉 第三个是什么 究竟觉 明天要考试的 答不出来 没汤吃 这个究竟觉呢 就是指的称佛 就是经题里面所讲的 清净平等觉 所以清净平等觉是什么 就是修德 修德和信德 修成功了 就是我们的信德 圆满的起现性 第六段呢 接着讲 又可解为 解释为 平等觉 是我本觉 所以平等觉就是我们的本觉 起心念佛 以至庄严 视为始觉 我们开始觉悟了没有 开始了没有 您干嘛不点头啊 早上都已经念那么多佛了 起心念佛了吗 这就是始觉吗 后面很重要 始本不离 一定会怎么样呢 直驱绝路 顿入极光 这还得了 什么叫极光啊 加一个字 长极光 谁入长极光啊 诸佛如来吗 正 无量寿 如是则平等觉 是我因心 那无量寿呢 就是我们的果觉 你看 这几句话 清清楚楚 把这个因果 说明白了 那我们的因心是什么 平等觉 我们的果德是什么呢 无量寿 请问无量寿在哪 就是长极光啊 这不是讲的吗 长极光 十本不离 我们才能够啊 直驱绝路 顿入极光 正无量寿 这就告诉我们什么 每天这句符号 不能够放下了 要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一切 你所看到的 所接触到的 全都是什么现象 梦幻泡影 我们看到什么 接触到什么 自然现象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对不对 再多的现象 不离开这三种吗 这三种现象 都是了不可得的 变化莫测 一坛子 有 一千六百万亿个生灭箱 你说 哪一样是真的 什么才是真的 说了究竟出 入长极光才是真的 时报造影图 都还不是真的 都不是绝对真的 所以我们现在 非常感恩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从长极光中 现 各种硬化身 报身 来教化我们 帮助我们 大家不要以为说 释迦牟尼佛 他人家已经入班里盘了 走了 离开我们了 没 那只是 他没有用佛身 继续实现吗 难道释迦牟尼佛 没有来到我们金中学院 这是什么道场 大家知不知道 这是成佛的道场 对不对 那成佛的道场 就是正法道场 那正法道场 佛不来 谁来 妖魔鬼怪 肯定进不来 我们这边都有 护法神守住的 把住门的 您放心 他们想进来 扰乱了 统统都被 护法神轰出去 只有那个 真修实干的人 才能够进来 所以我们这个 正法道场 肯定会有 诸佛菩萨 荣天善神 保佑我们 大家放一万个心 下面讲 如是妙意 辗转无尽 息在一提之中 这个提 就是指的经题 事故 袁中超 这是优西大师写的 文 首提名字 或无量功德 不得了 光是听到 这个经题 您就得到 无量功德 我们这个 弥陀经的经题 叫什么 佛说 阿弥陀经 您念这个经题 就念了一句什么 就念了一句 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 焦摩罗斯大师 他意义 这个弥陀经 太妙了 不管这个人 信不信佛 他只要念了这个经题 他就念了一句 阿弥陀佛 就给他终了三根 超约 如金光明 即诸大圣 多作此书 这不光是他讲 很多经典里面 都有这样的讲法 这个下面 开始就是 第十段 这个十门开启 第十段 正式经文 在括号里面讲 此为十门分别中 第十门 你看 这个 黄连老 他用 十门开启这个方式 解释无量寿经 这个方法 跟 连池大师 解释弥陀经 十门开启 是一样的 解释经文 是放在最后面 前面 全经 刚中 与经题 总义 前面呢 跟我们说明 这部经的 刚中 刚领 中指 都说明了 同时呢 还把经题 这个意思 都说出来 那下面开始 就怎么样 正如经文 古人有耐心 听经 能够听那么久 他才现在开始 听到经文 现在人不行 现在人缺乏 这个耐力 他喝不得 第一堂课 就要开始听经文 你看我们 从前面开始 这个 第一门 一直到现在 这讲多久了 差不多讲了 一个月了吧 差不多一个月了 到现在才讲到经文 接着下面呢 分品 足具 惨发 精益 我们这个 汇集本呢 夏年功 他这个定本呢 是分为48品 本来一开始 是37品 最后的版本 就是48品 下面黄连老就说 仅以 局心限量之言 这是他老人家 非常非常谦卑 局心 他就说自己 我心量不够大 不像佛那么大的心量 但是呢 我用有限量的心 来解释一下 就是略章 略微的彰显一下 静中无静之妙 请问 他入了静中的境界没有 您看一下这个科著 就知道了吗 他老人家 非常的低姿态 一点都不傲慢 所以我们看古人 已经讲了一句话 很有道理 这个学问生死 意气贫 现在人呢 很容易发现个毛病 懂得一点点 就怎么样呢 就像个土一样 半桶水呢 挡来挡去的 唯恐人家不知道 可是 这个黄连老呢 那么样有学问 有修养一个人 有智慧人 依旧是我 对日带任何人 都是非常的谦卑 下面讲 自一先例 就是按照古人的例子 全经分三 就是三分 哪三分呢 出续分 二正中分 三流通分 偶尔大师就讲 虚如手 我们的头 五官俱纯 有眼睛 有鼻子 有耳朵等等 正中呢 就好像我们的身体 正中如身 腹脏无缺 这五脏六腹 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就是正中分 这是做比喻 流通分呢 如同手足 运行不至啊 我们人走路吗 缺不了这个脚 我们做事情 离开不了手 以大师之意 虚如手 头也 只经之虚分 有人之有手啊 我们人可不能够没有头啊 没有头那太可怕了 对不对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位 有手之五官 眉眼鼻耳鼻口 可亏其人之善恶于之 您从这句话 可以看出什么 你想要看相 是不是 想要知道一个人 他是好人 他是坏人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看他五官呢 所以那个会看相的人呢 他从他的五官 那个模样 就能够差不多判断出来 那么用这个呢 来比喻这个经 观一经之虚品 这讲虚分 便可知全经之大 小偏原 故虚分中 亦必含有声文 你看这个虚分 它如此的重要 我们怎么可以忽略它呢 虚分里面 含有很深奥的文字 我们下面会一一地 跟大家做介绍 经一大师之指 判分本经如下 下面开始分分段了 续分呢 有多少品呢 分量很大 第一品到第三品 三品经文 第二个部分 郑中分有多少品呢 这分量最大的 第四品到第四十二品 总共三十九品 最后流动分 是四十三品到四十八品 竟然有六品 经之三分 一正如我国静颖大师 家祥大师 两家对本经 卫义本质判分 他这个分法啊 跟这个静颖大师 还有家祥大师 分判这个卫义本 就是康生凯那个本质 一样的分法 那我们知道 这个康生凯的本质 在中国在外国 是影响力蛮大的 三分当中 第一分呢 是续分 又续分分为两个部分 哪两个部分呢 通续 还有别续 还有别续 请问经题分哪两个部分呢 别题通题 对不对 通题是什么 经 反应要快呀 刚刚不是讲过了吗 不能够马上就忘记 应该记得嘛 别题是前面的十四个字 所以这个续分呢 也分为别续跟通续 这个别续啊 是第三品 那通续呢 就是前面的第一品跟第二品 这样大家清楚嘛 所以这个架构 大家非常清楚 后面这个 第四品开始 一直叫四十二品 就属于郑中分 后面的这个六品呢 就属于柳无同分 通续 又名郑姓旭 租金皆居 通续啊 一般经常都有 他还有个名称 叫什么 叫郑姓旭 如天台 天台大师 与家祥等 依法华论 以六种成就 为正信许 这个正就是证明 让我们大家呢 对于这个金呢 产生信心 就说这个金不是假的 不是伪造的 它是真实的 这个六种成就 是什么 忠密大师 忠密大师呢 是我们华言中 第五代的祖师 他是清凉大师的学生 他说这个六种成就 是信成就 文成就 实成就 主成就 促成就 最后一个 众成就 就是听众是哪些 如果这个六元不具 这六种成就 如果不具备 教则不新 所以啊 必须拒六 顾云成就 所以一般呢 这个奖金的人呢 他一开头 绝对要讲这个 六种成就 如果您听他一开始 讲金的 没有说到这六种成就 你就知道 那个奖金的法师是外行 现在不回奖金的法师 真的应该要学习一下 那点讲座之研究 这是古人奖金的规矩啊 可不能够上台随便乱讲 以正经文呢 就是这些呢 六种成就 是证明这个经文的 确为佛说 真实可信 所以呢 称它为正信序 本经之前二品属之 前面的两品经文 第一品第二品呢 就是属于正信序 也就是通序 那别序呢 还有个名称 叫什么 叫发起序 也就是说 这部经它为什么来的 它为什么会讲这部经 一定是有个原因的 在这里会做一个交代 乃发起全经之端有啊 把原因一都会做一个解释 以法不孤起 岂必有由 诸经各别 故又名别序 所以这个发起序呢 又称为别序 那这个序文跟别的经的序文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学习啊 真的是看到佛讲经的时候 众生 他需要听什么法 佛就会讲什么 下面说 例如小本阿弥陀经 乃不问自说 弥陀经呢 很特别 没有人请问的 是佛怎么样 他自己就讲了 这个叫不问自说 但是本经就不一样了 我们这部不量寿经呢 是应世尊 放光献锐 阿难请问而说 那么这一段 往事记录在哪里呢 就在第三篇 也就是别序里面 正因为佛一放光 阿难呢 他一好奇 咱们再一问 那佛一答 就出现了我们这部 无量寿经 你想想嘛 如果当年呢 佛虽然有放光 大家看了很高兴 很欢喜 在下面呢 议论纷纷 可是议论完之后 没人问 请问有没有无量寿经呢 没了 光云放王就完了 这堂歌就结束了 这不就起不到很大的效果吗 所以您要知道 阿难尊者那么一问 功德大不大 大得不得了 好 下面呢 我们看底下 他说 法会慎重低 这是我们正式的开始 学习这个经文了 第一篇的品题呢 叫法会慎重 我们看了这四个字 也是蛮遗憾的 为什么 我居然不在里面 我们不在里面 当时有多少个人呢 两万人呢 秉一标列五种成就 他分为五个段落 讲到六种成就 刚刚不是说的吗 信成就 对不对 主成就 实成就 等等 这六种 那这个六种成就当中 哪一个成就放在第一啊 信 这是最关键的 如果信都没有啊 我们听这堂课 您听了再长时间 您再怎么样专注 能不能够得到利益啊 得不到 因为这个学习宗教经典 学习圣贤经典 必须要具备的一个条件是什么 有真诚心 恭敬心 沉浸之心 亲近之心 如果您到学校里面听老师 一般老师讲课 也是这个样子嘛 您对他有这样心 虽然这个老师教的水平不是很好 可是您对他很恭敬 很尊重 您就能够得到真实之力 反过来讲 如果这个老师很有智慧 很有才华 方法也很善巧 但是您在台下 看那个老师的眼神 就是不以为然的样子 那这个老师一看您 就知道 这个人是庞庭生 那不是主修的 下面讲了 第一句话 这一般美不经上的开头 就是这样的 四个字 如是我闻 这个如是 是性成就 我闻呢 就是第二个 闻成就 你看这四个字里面就包括两种成就 诸今 皆至此四字 于经手 这是规矩 这跟印度 其他的九十六种 九十九十五种外道 他们的经典是不一样的 唯独佛经呢 一开头啊 就是如是我闻 四个字 请问我们中国的四书五经 十三经 是不是如是我闻呢 不是吧 对不对 这就不一样了 那么什么原因呢 它是怎么来的呢 下面就解释这个缘故了 盖尊 世尊之遗教 这是遵守 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因为 世尊将斑裂盘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不喜欢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都希望佛藏住时间 永远不要离开 假如释迦牟尼佛 他老人家这次印花在人间 那个印花生 是一万年 好不好 好不好 好才是吗 对不对 如果是一万年 那他老人家才 才多少年呢 才三千年四十六年 是不是 那后面还有多少年呢 还差不多九千年 那也就是他老人家还在印度 他如果还在印度 你要不去印度朝圣啊 肯定都去了吗 你就不会在图巴了吗 你在哪里肯定到 新德里了吗 一定会去 祈祷掘山了吗 一定去找释迦牟尼佛 现场听佛讲经 比看那个经文 那个射手力强大 但是佛呢 总是会有 离开我们的时候 这个斑涅盘呢 就是说 缘吉入灭的意思 当佛要离开那个时候啊 您看现场的 这些弟子们 包括出家在家 大家是什么心情啊 这里以阿南尊者为代表呢 阿南卑不能胜啊 还有老师 他不但是他老师 还是他的堂兄 对不对 既失又有 还是他的亲戚 那种感情呢 就很深厚嘛 缘也很殊胜 他为什么会悲伤啊 不是每一个弟子都悲伤呢 1255个人呢 阿南尊者是哭得很厉害 什么缘故呢 因为他只正得了出国 这样讲得清楚了吗 他不是二国三国四国 也就是说 他的烦恼还是比较重 还是分辨性比较强 一听到佛要走了 哭得稀哗哗哗的 那现场有一个弟子 就比他理智了 阿里楼陀尊者 在这个当下 他怎么样呢 赶快就提醒他 跟他讲 图卑何意啊 你这个时候难过 有什么用啊 赶快 应前向佛 请问世事啊 就说 你应该在这个时候 在佛走之前 赶快向佛请教四个问题 因为这个缘故 阿里尊者就向佛请教 四个问题 好 大家把那个黄线呢 放在这个地方 您再把参考资料 上册拿出来 参考资料上册 请翻到301页 301页 上册 大家也把那个黄线呢 放在那个地方 方便下一次 继续来找这个内容 我们不是刚刚说吗 这个 阿里楼陀尊者 提醒阿里尊者 赶快向佛请教 四个问题 我们下面要报告的呢 跟大家现在所看到 这个参考资料 资料里面内容 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是相同的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说的白话一点 就是说 世尊 您在世的时候 我们以您为老师 您是标准吗 但是您现在要走了 您 不在这个时间 我们以谁为老师 佛地教了他一句话 以戒为事 后来人就说 还有一句 以苦为事 比如说 佛不在世的时候 我们要以这八个字 为遵循的 依靠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世尊 如果您不住世了 我们依随而住 您现在在吗 我们就跟着您 你走到哪 我们就跟着您到哪 不离开 那如果您走了 我们跟谁呢 佛下面就讲了一个 四一法 讲了一个四念处 说错了 佛说四念处 能够做到四念处的人 这个人就是很有智慧的 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没有四念处 我们就是糊里糊涂的 四念处是哪四样呢 观身不尽 我们这个身体不干净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这四样 这就是我们自己 要学会有这样的观照的功夫 再说一遍了 加深大家印象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感受 观心无常 就这个心的会变化 观法无我 第三个呢 是说 如果我们这个僧团里面呢 这讲出家嘛 现在还有在家道场嘛 四中弟子嘛 如果这个道场里面呢 有人呢 他不守规矩 我们怎么面对他 怎么跟他们相处呢 尤其现在末法时期 龙蛇混杂 很严重的 这个现象很普遍的 佛就讲了两个字 莫病 莫病 那个病呢 就是提手旁 冰客的冰 莫病 什么意思呢 说的简单一点 不要理他 随他去吧 什么意思呢 我们自己就好好 说自己就好了 他表现得不好 不要管他 我们不要去理他 这样就不会有冲突了 第四个 就是说 以后我们 结集经账的时候 一开头写什么 佛就马上答复他 如是无闻 四个字 所以你就知道 这如是无闻是谁说的 还是佛说的 不是阿兰兹尊者 自己创造出来的 好 大家呢 还是看回科著 您把这个参考资料 收起来 我们还是看 这个科著 在科著里面呢 接着讲 其一 即一切经手 当至何之 那么在一切经里面呢 一开头 要写哪些字呢 佛就答复他 当至如是我闻 并且佛还讲 这个六桩事情 要说 这个六诗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六种成就 所以这个我闻的 我是谁 就是指的 这个阿兰兹尊者 经典从哪里来的 佛讲的 对不对 可是您要知道 佛讲完了 如果没有人把它整理出来 那不就后人看不到了 所以阿兰兹尊者 跟其他的弟子们就发心 把佛所讲过这些教诲 写下来 变成文字 整理之后 然后呢 变成书籍 方便 大家呢 来阅读 来学习 所以一般呢 这个佛们里面 培养讲经的法师呢 他是用什么方式啊 就是复讲的方式 你看阿兰兹尊者 他是第一个带头的 佛讲完之后 他就把佛所讲过的话 统统都复讲出来 佛怎么说呢 一无一失的 照说 那这个《大藏经》 阿兰兹尊者在这里讲啊 那现场听众几个人呢 五百个阿罗汉 都在那边听 如果有一个人呢 提出异议 那呢 你刚刚说那句话 我没听过了 那不是佛讲的 这句话就不能够写下来 必须要五百个人 统统都认可了 才可以把它抄下来 这就是怎么样呢 取信于后世 所以这个呢 就叫信成就 后面讲 如是我闻 表如是法门 乃我阿兰所闻于世尊业 此证可破当时之疑 哎呦 这个太重要 这个净土法门 是阿兰尊者 轻而听到佛讲的 那么这个说法呢 能够破除当时人的几个疑问 哪几个疑问呢 你看下面他有说的 第一个就是 大家怀疑哦 佛是不是重生了 是不是 阿兰尊者一身坐 那佛一加持他 是不是 释迦牟的佛又来了 因为当时阿兰尊者 一复讲的时候 他一讲之后 他那个面容啊 整个项目就变了 比平常就更加庄严 所以大家怀疑 是不是释迦牟的佛又来了 第二个呢 大家怀疑什么呢 阿兰尊者是不是成佛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什么呢 这时候是不是 他方世界的佛来了 三个问题 但是呢阿兰尊者一开口 他就说什么 如是我闻 大家一听了 马上这个疑问 就及时的化解了 还有人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获疑约 佛成道念言 这个念就是二十年 阿兰方出家 因为世尊是三十岁正道 他正道那一天 阿兰尊者才出生 所以佛比阿兰尊者 大多少岁 大三十岁 可是阿兰尊者 他是多少岁才出家呢 二十岁才出家 你看这个时间就拉开蛮大的 同时呢 又十年方命为侍者 众人他二十岁出家 也不是马上就做侍者了 还要过多久啊 十年 所以啊 下面问题是什么呢 如此 则 刹年前 就是三十年前 佛所说今 阿兰何能 皆约 我闻呢 这不可能嘛 他怎么会知道前面佛所 讲的那三十年前的经呢 下面就有三个解释 第一个 辗转文 那佛以前讲的经 他从哪里听到的 有人比他早出家吗 那别人有听到 第一个听到佛讲经的是谁啊 尊者教神儒 对不对 他们无比丘吗 在那边开始听的 第二个呢 是佛重说 因为阿兰尊者出家的时候 他也向佛提出条件 就是您老人家 以前讲的经 我没听过嘛 那您可不可以重复 再讲给我听呢 佛有没有能力 讲给他听呢 当然没问题 第三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可了不起 阿兰自通 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中国人 说讲的吗 世间起义 他自然通达了 大家想不想了啊 你有个特别的能力 听经文 听到这个如是我闻 您后面就不用再听了 您通了 好不好 想不想 应该想才是嘛 对不对 我们后面还要 至少要报告 两百多个小时的 如果说您听到这里 都已经开悟了 那吴生也蛮高兴的 到时候就请您上台了 我们就坐到下面了 您坐老师 下面就简单解释一下 这个辗转文是怎么回事 在《报文经》里面呢 有说了 阿兰所不文经 从诸比丘文 或者呢 从诸天子那里听到的 这个诸天子就是指的 天奴八部 护法善神 第二个原因呢 是佛重说 因为当佛命令 这个阿兰尊者 作诗者的时候 他有三个愿 希望佛能够答应 其中第三个愿是什么 所谓文经 请佛重说啊 佛很慈悲 答应了他 第三个 阿兰自通 自己通达 在《金刚花经》里面 就有讲到 阿兰得法性觉自在三昧 这是一种定功 这个定功呢 叫法性觉自在 因为他得到这个定 所以啊 所谓文经 自然亦持 阿兰尊者 的确确实是 缘分很好 你看 第一个 他出生在跟佛 同一个时代 第二个 他跟佛是同一个 国家的人 第三个 还是他们世家族的 黄族 第四个 还能够追随他出家 第五个 还能够做他的适者 第六个 还能够挣国 好不好 我们 我们那个时候在哪里呢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不晓得在哪里流浪 不晓得在哪里轮转 如果那时候我们在印度投胎 多好 不过呢 事情已经发生了嘛 这个我没办法去 再把时光倒流 不过现在呢 我们好好学这无尽就好了 这个 如是者 信成就 具六种成就中之首位 所以啊 这个六种成就里面呢 信成就啊 是排在第一位 我们看中国老祖宗啊 教导我们后人的 这个武昌 武昌 是什么样的一个次序啊 人 义 理 智 信 他为什么放在最后啊 放在最后就代表 他是代表底线 那换句话说 这是基础 如果我们没有信 你可能就没有第四个 没有第四个 不可能有第三个 没有第三个 就不可能有第二个 没有第二个 绝对不会有第一个 就好像五层楼一样 这样讲 大家应该很清楚啊 是不是 这个信 他是根基 必须要具备 所以在这个 大制度论里面也讲嘛 佛法大海 信 为能入啊 我们学习 无量寿经 学习一切经典 的的确确啊 第一个 态度就是 相信 佛所讲的话 都是真实的 绝对不虚 都是从佛真心里面 自然流现出来的 华音经里面呢 还有个比喻 讲得蛮好的 他说啊 信为首啊 这个信好像是我们人的首一样 如人有首 至真宝处 随意采取 假如说我们没有首呢 灵重乱到了这个宝山里面呢 也是空无所获 从这里就可以告诉我们 可见 信者乃入门之出门 舍此莫游 的的确确 我们学习佛法 真的要具备啊 这个真心 诚意 对宗教经典呢 有这种心态的人 他学习经典 会很快 就入这个境界 又为设法之上首 这个设就是设收 设取 法呢 是指的大圣 故云 才入信门 便登 主位 太重要了 我们只要真正呢 对这个经法 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说句老实话 您距离佛祖 差不多了 快了 很快就成就了 可见呢 信这个字的重要性 今天呢 我们只是讲这个 如诗 我闻 这四个字 还没报告完 明天呢 还有后续的 我们明天呢 接着再跟大家汇报 今天我们就 学习到此地 墨学物圣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 错及疏漏之初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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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